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超商刷卡神回馈排行榜 最高有20%神回馈的卡组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总排名 第10名有2%回馈无上限 到最高第一名有20%的回馈 到底要怎么取得呢? 先从第10名开始看 这个第10名我推荐的是乐天银行 如果你去申请乐天银行的账户 在乐天银行的APP里面 然后跟你的拍钱包APP来做绑定 出示QR Code 在拍钱包的通路扫码 都有2%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活动期间从6月8号走到 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 不论是在小七,全家,OK或是莱尔夫 通通都是有2%无上限的现金回馈 所以这个很适合 很常在超商做消费的人 可以参考使用 那他会不会有年费的问题呢?不会 因为他是数位账户 他是纯网银 所以他不会有年费的问题 这是我推荐的第一个 很不错的 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扫我们这边的QR Code 来进行开户 或是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也有相关的连结 你都可以参考 第9名 玉山Uber卡跟局质支付 这个很有趣 玉山Uber卡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排行榜里面都有介绍过 你会发现说 他虽然都不是回馈率前几名高的 但是呢 他一直都在榜上 所以他的网购3%回馈 其实搭配 比如说局质支付 在超商所做的消费跟缴费 通通都是有回馈 特别注意的是 他是现金回馈 当期入账 所以你这个月如果刷1万块钱 这期的账单呢 你只要缴9700就好了 因为剩下的300元 直接就底掉了 所以他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实用的一张卡片 那如果你要缴大额的一些 行政规费啊 或者是你的罚金 其实去超商代缴是可以的 所以这边有一个扫码办卡的QR Code 有兴趣呢 也可以上车 活动期间呢 他是2022年的3月1号 到2023年的2月28号 有整整一年的时间给你使用 所以下一个名次 第八名 台新银行的阿狗狗卡 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申请 其实他现在网络上 都还申请得到哦 你看一下 这个是线条版的卡面 哦金哦金很好看 所以有兴趣的呢 你可以直接上官网去申请 那你本身有卡片的人呢 你就必须要把卡片停卡 才能够申办新的卡面 这样子 那他的优惠呢 从今年的4月1号 走到明年的1月31号 你只要把阿狗狗卡 绑定在台新配里面 在超商所做的消费跟缴费 通通都是有他的回归 但是有低销5000块钱 包含消费的部分 包含缴账费的部分都有 那你不要刷超过6250 超过6250的部分 就只剩0.2%的回馈啦 他的免费门槛呢 也非常的简单 只要认刷一笔或者是电子账单 然后绑定台新银行账户 包含Richard数位账户来做扣角 即可符合免年费资格 那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在这边扫码开户办卡 很简单 除了台新配配小7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通路 也是有回馈的 那就是全银加配 全银加配呢 你可以在全家来做支付 不论是消费还是缴费 通通一样是有5%的回馈 每一个人每个月呢 归户就是拿300 所以如果你在全银加配刷了3000块 那你只剩下在小7能够刷个3250 就加起来就不能超过6250 超过的话呢 回馈率只剩0.2%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一样可以这边扫码办卡 还没有全银加配的朋友呢 也非常欢迎你赶快跟团上车 拿来缴水费电费 行政罚还 罚单通通都有回馈 再来是第七名 这个是华南银行的爱网购生活卡 这个爱网购生活卡呢 它其实走得有点类似是那种 补补风 就是一堆线条的 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呢 为了它的8%回馈 其实办下用也是可以的 爱网购生活卡 只要绑定在接口支付里面 你在四大超商 小7 全家 OK 跟Live 都可以拿到8%的回馈 那这个8%呢 它每个月只能够拿200 所以回推大概是刷 2500左右 然后可以拿到92%的折扣 活动期间是今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明年的权益呢 请你就是明年再来官网确认一下 在四大超商或者是美联社 都可以有8%的回馈 那也提醒大家 就是这种有特定通路 在特定的这个地点做支付的 请你不要就是无限上纲 然后到其他的通路都有 比如说你爱网购生活卡 绑定在接口支付里面 在接口的其他通路里面刷有没有8% 没有 它是只有四大超商才有回馈 所以请大家就是 专卡专用 信用卡电子账单免年费 所以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下一张 第六名 国贷生活Cube卡呢 4月1号开始 它的权益就是 iCash自动加持都有10%的回馈 每个人每个月可以拿200点的 open point点数 每个月都可以拿 所以你就是刷2000可以拿200 很不错 现在这个活动已经延续到12月31号了 这张这么好用的审卡 把它办下来用 真的是很划算 在什么通路可以用呢 小7 消费的时候 或者是你要去缴费的时候 甚至国税 众所税都可以哦 我这个真的试过都有拿到回馈 好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你把账单拿给柜台的服务人员 你就说我要用iCash支付 你把这张卡片呢 放在iCash的感应机台 余饿不足 他就会自己扣款了 所以你把账单差不多分在2000块左右 拿去做扣款 都有回馈 所以这个非常的简单 我很推荐你申办的是 Mastercard再加上iCash版本 这样子的话呢 你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回馈 好 提供大家参考 只要申请电子账单就免年费了 有兴趣的话呢 非常欢迎你扫码办卡 或是下面我们资讯栏有办卡连结 非常欢迎你跟团上车 下一张国泰式玩CubeGuard iCash Pay 这个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除了这个iCash自动加持有回馈之外呢 你把它绑定在iCash Pay这个电子支付里面 在小期结账的时候 出示iCash Pay的条码 一样也有10%的回馈 那你每个人每个月一样可以拿200点的open point点数 所以回推就是一个月刷2000块 一样都是有200的回馈 那第四季啊 国泰式玩他有针对就是他们全行的信用卡 绑定iCash Pay10%回馈 所以加起来你可以拿到最高就是20%的回馈 所以这也算是蛮不错的 推荐给喜欢而且很常在小期做消费的人来参考 这张卡片很神 一定要办下来使用 再来第五名 这个是JCB悠游卡搭配精致卡以上的等级 那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自动价值有10%的回馈 简单举两张卡片为例 这两张是我很喜欢使用JCB的卡片 那第一张呢 上面看到这个是远东银行的这个SMI 我的旅游悠游卡 他呢每个月呢 一号凌晨 你去网路上做登录呢 他有这个5%的自动价值回馈 所以在combo现在讲的自动价值10%回馈 所以最高可以来到15%回馈 第二张呢是联邦银行的集合卡 这个之前也有介绍过了 他目前呢有一个活动是每个月的15号 好像是下午3点吧 抢登录3500个名额 有登到呢就是自动价值有10%回馈 那你再搭配这个目前这档活动10% 加起来就是有20%的回馈 那自动价值所做的这个悠游卡的回馈10%是怎么意思呢 就是你只要在四大通路所做的消费 几乎就是打九折 每一个人启动一次自动价值500元 可以回馈50元 所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10% 这个活动呢每个月1号的早上9点 全台湾所有的持卡人一起来做登录 限量前37500卡登录 有登到的就一定有一个50元的回馈 那记得要去启动一次自动价值 你只要在做消费基本上都有 各家银行的卡片的免年费门槛 其实都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自己最常用的这两张 上面这张的话呢就是 你只要有电子账单其实就免年费了 那这一张的话呢一样 你只要有电子账单绑定账户自动扣角 其实就免年费了 所以这些卡片基本上都不用担心免费的问题 下一张第四名 星光银行的分期期卡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分期期卡呢 它做的有点像是乐高的这个卡面 这张卡片的优惠呢 也是我每个月都一定会用好用满的 很简单 你把它绑定在open钱包里面 那么你在小七做的消费跟缴费 都有11%回馈 每个月呢刷1000元可以拿到110元的现金 然后折抵账上的金额 活动期间呢是2021年的12月1号 到2022年的12月31号 所以你现在申请呢大概还有三个月左右 可以去使用 好我们这边有这个扫码办卡的QR Code 也非常欢迎你上车 好我们玩呢 将星光分期期卡呢 绑定在open钱包里面 然后呢到小七 把账单或是你要结账的商品给店员之后呢 开启open钱包的APP 然后出示条码让对方扫 就可以拿到最高110元的刷卡金回馈 免年费门槛也很简单 账单就叫电子账单 一样就免次年年费了 所以这个我都不会缴年费 第三名 星光OU点点卡 其实星光OU点点卡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那他的权益之前讲的版本 是到这个9月30号 从10月份开始呢 他的权益其实有蛮大的变更 在这边跟大家解说一下 从10月份起呢 你必须要是10月起 申请OU数位账户的人 才能够拿到加码的 最高有17%回馈的部分 你如果是9月30号以前呢 已经有信用卡 然后已经有OU数位账户的人 接下来讲的优惠都不适合你 好像我的话呢 就拿不到回馈了 好 这边有写到 注意事项有写到 限OU数位账户的新户 在10月1号起申办的人 才能够享有这个最高17%的回馈 怎么取得呢 申请OU数位账户 再加办OU点点卡 接下来呢 你只要把OU点点卡 绑定在Femipay里面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呢 在全家做的消费 或者是缴费 达1562元 你就可以拿到266元的现金 那你可以 礼拜一刷个1000块 礼拜三刷个562元 那就满了 4月的任务结束呢 接下来就不用再刷 等到下个月之后呢 再继续刷卡 那免年费门槛也很简单 只要有电子账单 就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Open钱包在小七一样有17%回馈 但是你必须要在礼拜二 或礼拜四或礼拜日 在小七消费达1562元 才能够拿到266元的现金回馈 那这个现金回馈呢 是归户制的 所以你如果在Open钱包 在小七这边呢 完成任务 其他的同步就不要解了 你在HighPay 就是莱尔富里面呢 做支付一样 每个礼拜三呢 在小来做支付1562元 就可以拿到266元的现金 一开始真的很强 而且针对旧户都有回馈 那现在呢 他就是感觉上金费不足 所以他就是把权益呢 都留给新开户的人 还有就是新办卡的人 那我们这些老屁股呢 就只剩下这张卡片刷卡 网路购物 22大通路有5%回馈 其他的部分呢 想都别想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蛮可惜的 第二名呢 是中信欧密卡 中信欧密卡 我们之前也有做过影片 跟大家介绍 他真的是 2022年下半年 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张卡片 在PC Home买东西 有最高12%回馈 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之后 有9%回馈 那他现在做了一个活动的加码 指定通路 有6%回馈 然后每个月可以刷8333元 除此之外呢 这是14%的加码 这一季 大概可以刷个3570亿元 刷好刷满 你可以拿到额外加码的14% 所以两个东西 看抹起来 就是有20%的回馈 在10月份拿这张卡片 绑定在拍钱包里面 那么你在小七做支付的时候呢 最高刷3570亿元 那你可以拿到最高 就是有20%的回馈 那这个6%呢 给的是中信点 剩下的14%呢 给你的是PB 那不同的币别呢 有不同的使用方式 所以大家呢 就可以去 我之前的那支影片里面 有详细的介绍 你就可以参考使用啦 讲完了第二名 接下来最强的就是 第一名 噔噔 好 这个是SNY的信用卡 SNY信用卡呢 你必须要有 他的SNY数位账户 才能够申请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 数位账户的人呢 请你赶快扫 我们画面上的这个QR Code 赶快开户 开完户之后呢 才能够申请SNY信用卡 那这个20%要怎么取得呢 很简单 活动期间是 5月10号到12月31号 每个月呢 你都可以拿到500元的回馈 然后回推 就是2500元的刷卡金额 都可以拿到500的回馈哦 每个月呢 你要拿这张卡片 去实体的店家 做刷卡1000元 你去加油 直接用这张卡片感应 直接刷 或者是你去嘉乐福 你去添购家里面的用品 或者是去储值嘉乐福的钱包 符合资格 或者是你带朋友 带家人去上馆子 去吃饭 刷这张卡片也是符合资格的 那请大家不要做线上储值哦 比如说你去PC后买这个储值金 去某某里面买红利金 这个都是不符合规则的 因为这个叫做网路消费 就不是实体的消费了 除此之外呢 也别忘了 要绑定SNY的账户自动扣角 所以你没有账户就不行了 再来SNY的APP 记得下载并且每个月登录一次 然后也别忘了把这张SNY信用卡 绑定在华银支付的APP里面 台湾配 那你就可以拿到指定通路20%的回馈 唯一要麻烦的 要心烦的就是这张卡片 每个月都要刷个1000块钱 所以这个就是你每个月都要解的任务 但是解了任务之后呢 把这张卡片绑定在接口支付 在四大超商 小七全家OK跟LINE付 全部都有20%回馈 这个也是我个人认为非常非常不错的 所以也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提供给你参考 再来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都用哪些卡片 我这边提供两张 我自己目前最常用的 因为其实一个月2500的额度 然后一记刷3000块 我根本就刷不完了 但是呢 只要你有解任务 其实都有回馈 像这张的话呢 我就已经绑定在接口 只要在超商做支付 一律都是优先 用这张卡片来做扣款 每个月2500对我来讲是绰绰有余啦 那这张卡片呢 是目前就是在小七消费 28回馈的首选 也请大家要把握机会 因为他这个500万点的PB 可能很快就会被大家用完了 所以你想要赚回馈 藏在小七买东西的 这两张卡片请你一定要办下来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结论 前十名的排行榜 这十个信用卡跟支付方式 是我个人整理出来之后 我觉得很不错 很推荐的 尤其是你看画面 这个左手边有写一个推的 就是我个人觉得很棒的 你就可以考虑办下来使用 第一个就是华南SNY信用卡 再搭配接口 有20%回馈 第二个是中信欧密卡 搭配拍钱包 有20%回馈 新华欧U点点卡 因为我是救护了 我不符合资格 这边的朋友 如果你都有听我的话 一起来开户 一起来申办这张卡片 你这一季可能也不符合资格了 所以我就不推荐 那星光分歧期卡 你只要有卡 有刷就有回馈 所以还可以用 那有卡自动加值 它有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可能登不到 所以这个部分 我也没有特别的推荐 下一个 国泰式瓦Q卡很不错 因为我自己每个月 都有拿它来做消费跟缴费 尤其是缴水电费 真的是很好用 所以国泰式瓦Qube卡 请你申请iCash的功能 并且使用它的自动加值 别忘了上网登录一次 只要一记登录一次 就符合资格了 那最后就是Uber卡 Uber卡它真的是很无脑 它不需要解任何的任务 你只要这张卡片 绑定在局值支付 在四大超商所做的消费 甚至缴费都有回馈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 非常非常喜欢的部分 也提供给你参考 这些卡片呢 你不见得每一张都要办下来 但是呢 你只要挑选适合的卡片 那你很明显的就可以在超商消费里面呢 省下更多的钱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非常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超商省钱术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